昨天我去看了朱一龙主演的院线电影《人生大事》 这部片现在票房应该已经是过十亿了 朱一龙和小演员杨恩佑在片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表演 一部电影取得好成绩 被观众和市场认可 是所有创作人员努力的成果 所以片中的配角同样有精彩的表演 而且正好这部片子把我喜欢的几位配角集合到了一起 让我十分欣喜 这几位可能有些朋友看他们面熟 但叫不出名字 所以我也介绍一下他们 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他们 罗精明 老爷子在片中扮演朱一龙的父亲 他在《士兵突击》里演过许三多的老爹许百顺 他在《我的团长我的团》里扮演兽医 他出演过《山海情》、《北平无战士》等火热剧集 老爷子和我母亲同岁 五六年的属猴 在《人生大事》当中的表演和往常一样给力 王哥 我对他的印象最深的角色是《动物世界》里的小胖 在全片里面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那部片是韩岩导演的作品 这次的人生大事 韩岩是监制 所以他们的合作应该是非常愉快的 刘璐 十多年前我就看过他演的话剧 之后他演过贾张科导演的《山河故人》 在大鹏导演的电影《吉祥如意》里 除了他之外 其他的都是真实人物 只有刘璐这个妹妹是扮演的 但和整个家庭毫无违和感 我知道演员有时候也是一个靠运气推动的事业 所以我一直在想 刘璐是否能在更多的角色中表现自己的能力 这一次能够加入火热的一线票房大片 虽然私下里没有打过交道 但我发自内心的为刘璐高兴 同时这部片里很多人看到了陈创先生 他在宝莲灯里扮演过笑天犬 还有郑卫丽女士 他曾经获得过金鸡奖最佳女配角奖 当然很多朋友也看到了吴倩 充满灵气的姑娘 如今状态也似乎在回升 当电影取得成就的时候 我常常希望 大家关注到主演的精彩表演 也能关注配角们 虽然宣传的重点不会完全在他们身上 但是希望好的作品也能为他们带来光环 让他们可以在大荧幕上 为大家奉献更多的精彩演出 最后说两个人生大事的细节 朱一龙扮演的三哥 手机号是17386037884 我搜了一下微信 名字真的叫三哥 挺有意思的 还有就是 他右手手臂上 你仔细看 有两个烟头烫的疤痕 让大家更能理解他叛逆的过往 虽然没有给到特写镜头 但我觉得这样的细节设计 是挺有质感的 如果你选择去影院观影 一些细节画面 你可以找找看 就给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